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光明之中公开的议会制度 各样都有个政治生体环境很正面 但背后因为香港比较特殊 又有国民党的势力 又有中国共产党的势力 还有其他很多不同国家的势力 令香港作为一个基地 收取情报 还有那些间谍的大斗法 所以当年百花齐放 但这些是不公开的活动来的 报纸就没得提及 记者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英国人又很聪明 他们用MIFI 带领着整个政治部在香港运作 全部没有公开所做的事情 但目的只有一个 维持到香港在一个安全 以及可以百伤混习的地方 政治上安全 但你这么多权力在香港斗争 要如何搞平衡呢 是一个非常好考功夫的技巧 我还没讲之前 我上次提及 一个总探长和总警司 阶级分了7级 总警司高过你 总探长7级 但我权表面上 是总探长大 所以我的权力行使 就是他的位置 所以很奇怪 为什么他 到他做总警司 大家年轻人都知道 做一下中国官场的文化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怕官呢 因为山高皇帝远 法律都下不了民间 就算现在新界 但是你又要建一间屋 整条路 阻定一点 你不搞定那些村长 那些乡亲父老 你都搞不定的 你报官是没用的 中国社会 为什么中国社会 都很难走上健康的发展 就是历来山高皇帝远 那些法律 那些法律下不了民间 比如在一个村里住 他那些村民 听我村长说 要是听你政府说呢 比如他是帮会中人 他听帮会的大哥说 要是听你政府说呢 我就立刻给帮会加法 我听帮会大哥说 就是你政府抓到我 想确有个程序 我都未必有事 所以很难搞的 整个中国社会 为什么要真的 政治制度 你因为要建筑的一个法治制度 那些文字又未开 就算现在你回到中国 那些农村山区 那些农民又不懂字 是吧 怎知道什么叫犯法 什么不犯法呢 就算你那些官场的 带头做的工作 那些官员 你坐火车 他贴一张告示在那裡 欲想吐痰 请向窗外套 你怎么搞呢 是很难搞的 大家 为什么我们很支持 那些有理想 有心人 想搞好自己国家 搞好香港的年轻人 或者就算你那些民主 以前那些泛民的人 我们都骂他 但都明白 骂他 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搞 但他的理想 我们是没有骂的 谁不想一个社会安定 繁明 有秩序 有礼貌 走出来有江湖地位 每个人都想的 但这个是理想的 等于我们习先生 有很多理想 你看完他的习近平思想 人都瘋了 大家看完 习近平思想 二千万字 所有他讲我的话 你问 香港习高官 看三中全会的精神如何落实 到现在都摇了头 很开玩笑 所以我推广 大家滴三水 请做好事 莫问前情 做好事 请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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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